台湾上前冲一起拼经济 我是吴轩宜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要带您来看到这位请聚大亨 国内很多家知名的五星级饭店 像是喜来登 君悦 韩币楼等等 用的都是他家的床垫 他今年已经六十几岁了 但在青少年时期被诊断出 罹患了肌肉萎缩症 而当时医生认为 他根本不可能活过三十二岁 但接下来就要来看看 这位生命斗士 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 还做出了让五星级饭店 抢着下单的请居 知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 罹患的溅动症 是肌肉萎缩症的一种 他发病后曾被医生诊断 活不过五年 但最后他撑到了七十六岁 而在台湾的产业界 也有一位罹患肌肉萎缩症的 生命斗士 一般的电动床是用泡棉 或是记忆棉 或是乳胶 那是我们用的 这个里面是弹簧 相对的比较起来 它更有支撑力 睡起来会更舒服 所以它里面用弹簧 但它还是可以这样子弯 对对对 这个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 就是一个专利 师范使用电动床 他是黄赫铭 请聚业界封他为睡眠博士 我大概二十岁左右 我就发觉我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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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心臟看我去看医生中医 西医 都觉得说这样的肌肉萎缩 大概十年以后 大概心臟萎缩掉以后 就是到了生命的终结 当然每一个人这样的 发生在自己身上都会care why? why me? 就为什么是我 但是这个是要经过心理调整的 这个用了很大的量去心理调整 上帝讲了一句话说 上帝跟你关了一道门 一定会给你开一道更漂亮的窗 那我是觉得说 这里就是事在人为 就让自己更有信心的 就是这些最大的 还是在心谋是自己 我应该在22岁 翘去当兵的时候 我M1步枪拿不起来 但是我一直比较倔强的人 我以前想坚持下去 后来辅导长 连长 班长都欠我说 这样太辛苦你还是退训 后来我就申请了退训 所以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缺陷 造成我以后更好的一个发展 我所谓的塞翁司马 焉之恢复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我比别人更早两年进入这个社会 肢体上的不便 反而让黄鹤明更努力过日子 28岁那年他创业开店 做的是那个年代很盛行的 嫁装百货行 因为那个时候从零开始 我是零资金创业 什么都没有 随便抓一个名字起来 小时候家里很穷 黄鹤明全家人得挤在同一张床上 长大后又罹患肌肉萎缩症 这也让黄鹤明特别专注在 请聚研发 弹簧得一个一个用人工放进机器内 这个方式跟一般的工法大不相同 一般制造弹簧床都是像这样 直接用机器抽钢丝 快速热成型变成弹簧 但他们的弹簧却得一个一个慢慢来 是因为这些弹簧有经过二次回火 其实一张床最重要的核心 其实就是在弹簧 那这一台就是我们所谓的 那个二次回火机器 其实一般二次回火后 它的韧性跟刚性 就会跟一般弹簧不太一样 为了让弹簧韧性更好 得经过二次回火 光是这个步骤就得花上二十次小时 费时又费工 引起大部分业者不会这么做 我们在睡 那你睡久了 它也不会弹性疲法 那这一边就是我们把这一万颗弹簧 整个放到我们的热处理机里面 那加热用超过五百度的部分去加热我们的弹簧 那晚后我们再把它做一个冷却 那这样整个动作下来大概要在二十四小时 所以跟一般的弹簧床 你可能它一天 比方说它一天可以做出一百张 那我们可能一天连三十张都做不到 对我们是在贵在紧不在量 正在做的是弹簧的弹性疲法测试 当初他们跟欧洲一起研发这套专利器材 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 我们是符合欧盟级的实验室 那在台湾也是等于是一个国家 国家级的一个实验室 这个在台湾的市场你完全看不到 二次回火完以后我们单科弹簧 会拿到合避的实验室 去做单科的压力点的测试 弹性疲法测试 我们压了十万次以后 再上到我们弹性疲法机 可以看出说你睡了十万次以后 它几乎没有弹性疲法 就连包在弹簧外面的布置布都很讲究 这是比利时进口的长线布置布 特点是怎么撕扯都不会破 可以防止弹簧穿刺出来 一家用了我们第二家第三家 到现在有上百家以上的 这个五星集团店 商务旅馆 民宿或是作业子中心 汽车旅馆都用到做我们的东西 比如说韩碧楼 喜莱丹 台北的精品你们都知道 汉品你们都知道 这个都是 我都是 他们都是我的客户 我是他们的一个供应商 当很多寝聚业者早就外移到中国时 黄鹤鸣坚持跟流台湾 其实除了在台湾制造之外 他们还远赴欧洲采买原料 直接在当地找代工厂 再把成品进口来台湾 我们的盐花团队是找当地最好条件 最好的材料的商品给他们代工 然后再直接进口到门市 然后缩短了两个通路 这个利润分贵给 分回馈给消费者 所以在我们这一面的这个方面 我们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像这种传统的行业 大概 我看以前我们师兄弟 大概都已经都不在了 不是 大概都已经收摊了 真的是不容易经营 如今回首过去 黄鹤鸣反而觉得肢体上的不便 让他更专注在事业上 那因为我比较专心在事业上 那我也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体力 去做事业以外的事情 所以我的思考 我的反例 或是在本业上的一个投入专心 是其他人是远远比不上我 所以我是说 这个也是身体上的一个 待场的一个作用 那虽然我是这样 我家庭也是幸福 我三代同堂都住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最 所以幸福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 曾被医生认为活不过32岁 如今成了寝聚大亨 生命动势黄鹤鸣 用毅力跟努力 翻转自己的人生 我给自己的鼓励的一个座右鸣 把简单的事情重复的做 就是专家 把重复的事情 用心的做 就是赢家 接下来这家业者呢 被称为是淡水滴气的隐形冠军 他们靠着卖包子 卖馒头 不只卖国内 还卖到了全球四大洲 创造了上亿元商机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